社群平台推特被工作狂 马斯克接管后 内部文化大变天 员工没了例行休假日 每周又要在办公室 待好待满40小时 被批最强冠老板的马斯克 大声说他才是最累的人 马斯克透过视讯参加G20厂边的 企业领袖会议 聊到未来运景时提到火箭旅行 外星人当然也谈推特 因为停电关系马斯克四周一片漆黑 为什么不飞到巴厘岛开实体会议 马斯克开玩笑说 接管推特之后工作量暴增 哪有时间 加大业大不过钢铁人 越战越勇 马斯克身兼推特和 特斯拉执行长之外 还执掌SpaceX 现在更传出SpaceX计划 进行新一轮募资 目前讨论的股票价格 在每股85美元左右 最新估值也将由上轮融资的 1250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以上 若真如此 SpaceX渴望超越字节跳动 成为最有价值的未上市公司 环宇新闻水利山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